Jason 問你兩個情況 第一 今晚公佈的通脹數據 你覺得預期見頂了嗎 我自己覺得今晚的CPI 都應該會保持在8%流上的升幅 因為這段時間 始終能源價格、食品價格 都還是比較高 美國在整體通脹上 這兩部分的佔比是不小的 但如果你說剔除這兩部分 只剩下核心那邊 我相信進一步回落的機會都大 還有我覺得 就算今晚見到CPI 都還是8%都好 但你說去到未來的幾個月 或者去到下半年的時間 我相信逐步回落的概率都是高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去年 其實如果你看到CPI的trend 第一季保持在1-2% 相對低的基數 去到其實下半年第三季開始 已經慢慢上到4-5%流上 雖然你說year on year 去比較 就算我假設物價 今年來講 整體都不是太大的一個改變 但按年 由於去年去到下半年 基數開始高 我也相信今年 未來的第三季開始 通脹的按年升幅 逐步回落的機會都大 再加上你說 如果未來的沃烏事件 慢慢有些好轉 或者內地的疫情受控 供應鏈問題得到一個緩和的話 我也相信 通常在這個8%流上再上的空間 其實就應該很小 是的 大家留意著通脹數據 因為很影響息口的走勢 近日不少聯儲局官員 就適合發表一個公開言論 先說說昨晚 紐約聯儲銀行總裁威廉斯 和克里夫蘭聯儲銀行總裁梅斯特 兩人都說 支持聯儲局6月和7月會議 各加息0.5% 梅斯特更說 不會永遠排除單次加息0.75% 其實上星期有兩天議息 巴威爾說到 市場解讀兩次會加息0.5% 但是看回他實際的說法 其實他就說 接下來也有大機會 加息0.5%是on the table 現在大家也有人出來說 都不排除單次加息0.75% 你覺得接下來 都會兩口加0.5% 還是說都有機會不排除 上半年來講 有一次是單次加0.75% 這個問題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例如剛才說到 通脹的數據 他有機會逐步回落的時候 對於聯儲局來講 當然就希望爭取多些時間 不希望在短時間之內 就將利率提到很高 譬如說單次加0.75% 或者可能連續兩次0.75%的話 他都一定會擔心 整個經濟是否能承受到 或者股市方面的壓力 他需不需要都想一想呢 所以如果你說在聯儲局的立場 或者角度來看 其實他們就絕對不想 用一個很激進的加息部分 但當然為什麼你說到最後 都不能夠排除 甚至乎我自己覺得這一段時間 美股這麼急的下跌 就是有部分原因 就是看回市場方面 就不是說很信任聯儲局 雖然你說 鮑威爾的講法上面 就不希望加得太激進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沒有辦法 壓到通脹下來 到最後你還是要面對現實的 因為說到最後 聯儲局最基本的任務 就是要壓到通脹 一天你通常都還是保持著升的話 你去到議息那一刻 你就不能選擇 所以現在市場就覺得 即使鮑威爾或者聯儲局本身 不是說太想去到瘋狂加息 到最後他們有機會是控制不了 從而就令到一個 所謂滯脹的情況再惡化 要不斷加息 到最後又要令到經濟 面對一個衰退 有一個所謂Hard Lending的風險 所以市場現階段其實就是 price in這個因素 但如果你問我 我暫時就當然 美聯儲始終在過去這一年幾 看錯都有幾次 特別去年他都不斷 或者通脹不是一個問題 是暫時性 基本上這個說法 或者這個看法 現在就證明了錯 所以你說錯完一次 市場對他失去信心的 這個可以理解 但是我覺得鮑威爾也好 或者整個聯儲局 這麼多委員 就應該不會說每次都錯 是 我又不會說因為他錯完一次 以後都不相信他 所以我暫時都覺得 聯儲局就在未來這兩次上面 都未必說真的一加會加到0.75厘 又或者這麼說 我就算當他一次真的加四分三厘 但是是否等於世界末日呢 是吧 如果你說一次加完四分三厘 但是在口風上面開始覺得 今次這個加息呢 可能都已經初步是 可以壓抑到通脹了 或者接下來預期的通脹慢慢會回落 可能加息幅度又會放慢些 比如加完0.75厘之後 去到下一次加回0.25的 整件事呢 對於市場來說 又不是真的這麼不能接受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大家就太專注在一次是否加0.75那裏 但是我覺得呢 看這個加息的周期 就不是純粹看一次兩次的 而是說這一次兩次之後 特別去到譬如第三季 尾至第四季 去會不會真的放慢加息步法 到時再有一個所謂官網的情況 看看通常是否下降到呢 如果你說真的一旦出現這個信號 整個市場的行程 有可能沒有現在那麼淡 對啦 因為始終加不加息 加多少利 都好看那些通脹數據